大家都没问题了 这一个半小时不管在转型或者是在职场 或者是在竞争力 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吧 要嘛记住我特别最后30秒 要嘛你的skill 你的nugget很强 那这个强license 你是会计师 你是一个什么样被大家认证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签 不然的话就是写 不断的写 不断的告诉大家 你多强 不然的话就是不断的拍 拍出你这个人在哪里 然后出现在什么场合 不然就是你跟谁在一起 OK 他跟这博人在一起 他跟他 好总之你会发现 你常常出现跟谁在一起 再容许我用30秒再补充一个事情 30秒而已 记住 没关系可以三分钟 谢谢 那我再来讲三分钟 你知道吗 如果我 这是我上礼拜演讲的命题 如果张忠谋 他有脸书 他有来去 他在近一个月 po我跟我 张忠谋无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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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崇拜张忠谋 然后反映 张忠谋 怎么又跟佳德 这个人是谁啊 好请问一下 你的口碑 你都不用自我介绍 大家人家会觉得 你大概就是跟张忠谋 同样辈分 同样等级 或者是再差一点 都没关系 所以你没发现 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 我就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跟总监在一起 对 大家都没笑是对的 笑出来是不对的 每一下就是任同 笑出来就是一些故事上 没关系 这个又是佛君女校 很重要 有没有 讲话 写文章 拍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把Sandy拍得多美啊 各位男士 尤其是佛丽 你要会拍女生的照片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 我把Sandy拍得跟女生一样 真的 那个照片美得不得了 他一定会觉得 下次我还要再打 有没有钱都很重要 对不对 他觉得很开心 那我在办公室 H&A省了一笔 教育剧烈的朋友 跟我的帮他拍照 这很重要 好 我讲话 三分钟 那我们是不是要到外面去 拍上一大合照 对不对 OK 请大家理解一下 谢谢Sandy 感谢